在場的每一位畢業生同學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绝技 只要你不放弃 你就有希望 眼神坚定看着台下 分享战火下的生命际遇 以及来台求学历程 东海大学十一号举行毕业典礼 特别邀请二十一岁乌克兰籍研究所新生 赖嘉玲为毕业生演说 战亚中恐怖的画面会在现实中上演 我安慰自己 他们应该不会发动战争 所以我去睡觉 几个小时后 我被想个不禁的手机吵醒了 第一句话就是战争开始了 今年2月23号 乌俄战争爆发开启赖嘉玲的噩梦 当时她和母亲躲在家中 躲避空袭 并在推特上持续寻求援助 最后在波兰人的帮助下 与母亲搭12小时的火车 到达乌克兰边境 之后转搭交通工具抵达波兰 每天想着只有该怎么努力活下来 在战争爆发后 赖嘉玲积极与台湾联络 刚好东海大学推出相关留学计划 因此只在4月底台就学 打算积极融入台湾社会 借着乌克兰学生分享 在战火下展现生命任性的真实故事 让台下毕业生在踏入社会前 做好心理准备 不论未来如何困难 都要跟他一样继续勇往直前 进行文章平台冯志华 先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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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